市长 热情与每一位里长握手打招呼 上任后首度与信义区里长举行座谈 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 包括信义冬延段加速进行 希望能在114年完工外 包括信义老人服务与日照中心 及广池园区等信义区重大建设 陆续启用后的相关问题 将一一检视改善 捷御信义县的冬延段 正在进行当中 那我们希望在114年能够完工 那另外上个星期 我也特别到我们信义老人服务级绕中心 当天也有很多的里长在现场 那另外还有网词 这个很多相关的设施园区 也都陆续去启用 那周边交通的问题里长也很关心 三月松信社宅开工 当天也有很多里长来参加 我想这些重大的建设 都对于信义区未来 朝远的发展非常重要及关键 信义区里长们也把握机会 提出多达22项建议案 其中嘉兴礼与景秦里长联合提案 建议规划六张里 AB两区社会住宅的多功能活动空间 并新增周边都跟中纪安置户 以及租金优惠 也就是房子被拆了之后 我要去住哪里 纵使现在有租金补贴 但是我到底能不能在这附近 租到相对应适合以及大小的房子 之前的社宅可能 公共空间的规划跟使用 并不是那么的完善 那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 也有一直跟杜发局 有在讨论在开会 那也希望说 从我们六张里公宅这边开始 我们的社宅公共空间 可以再好好地规划善用它 对此角安回应表示 六张里AB区社宅将规划 控留总数的5% 作为都跟中纪住宅 租金则比照社宅定价租金既收 希望能够大力推动都市更新 那当然也要考量到原本的住户 它可能房子拆了之后 也要有一些安置 不管是租金补贴中纪的处所 所以我们规划在六张里的社宅 有这样的空间 所以我想这也回应了 里长们帮地方反映这样的需求 另外中坡里长反映 里内福德街与137项交叉口 西侧解散用地 地方无力自行整合 希望能把解散用地 变更为原住山用地 看管刷看不太大了 叫我们自己整合 哪有办法我们自己整合呢 没有办法整合嘛 因为前排的价位 跟后排价位差了一千万 有这么小小频数变成多 大频数变成少 所以说他把这个 就看人家 你听后家的跟我说 哪有这个 你自己把这个问题 你没有把他解决起来 让我们自己解决 那是注释不可能 地主哪有可能自己解决 对此蒋婉表示将要求捷运局 折旗到地方举办说明会 让居民清楚了解 相关规定及自身的权利义务 让这个案子能持续推动 那先列管三个月 那希望说我们排出时间 然后请捷运局的同仁 或相关局处 到地方上 跟里长 还有民众来做说明 我们通过说明会的方式 我们先这样来进行 让民众清楚了解 他的权利义务 他才能做判断 要不要参与 他愿不愿同意 我们先这样来进行 否则 其实大家并不了解 就在观望 所以他们可能就不太愿意 表达意见 松龙里黄俊龙里长则提出 咏春皮四地公园的地点 及特色不明 建勤北市府 在咏春皮四地公园 设置四处鲜明异象 贾安回应表示 会请公园处与新工处 就里长的需求进行设计 预计今年完成设计 113年施作 如果情况许可 希望能加速推动完成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